真的有点绝 它的皮有点脆 然后里面有软 很脆爽的感觉 我喝的肉很多 就是肉丁 甜甜的 这个闻着好香啊 5块钱一个的大机架 太有一口给人家干了 Hello 这是一名的可可呀 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便名菜市场 我们家附近没有 然后今天我来到了陶宰家附近 打算蹭逛一下 那我们现在出发吧 就这个看起来特别平平无奇的小超市 就乌央乌央的 他们应该往哪儿走啊 哇 酱香饼 他们家这个特别好吃 我们买这个吧 就来一盐了 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啊 这个都好厚 哇 走 这边的拌菜卤菜 拌菜 你看那边 你看这个也好好吃 这些应该也不错 对吧 这是什么 面筋嘛 这个最少要多少呀 2块钱可以吗 哇 这是非常丰盛 是的 来吧 随便挑 随便挑 随便选 全部都2元 来点蔬菜 对 来点健康的东西 这些都是一半特别好吃 它这个特别好吃 哦 这个粉丝很好吃 哦 它有红油 是的 嗯 这边下面有红油的 哦 要要要要要要 哦 饿了 哦 饿了 它这个土豆腐 哦 先这些吧 哇 好香啊 先捐刀饼 哦 小墨香油的味道 对 真的 这还有酒啊 这是烤鸭吧 那边是烤鸡的 哦 哇 这奶蘸的人也好多呀 奶蘸都烤锅 咱们这都那种色价 没有呀 哦 你好 这怎么卖呀 嗯 我想喝香蕉的 喜欢有香蕉有哈密瓜 其实咖啡和巧克力的也很好喝 不会死了 是不是 再来一个 可以 然后陶在还带恶期了一个报奏校当扣 哇 这炸鱼吧 还有茄盒 褒盒 这边是啥 这边就是那个鸡架 鸡架在这边 哦 鸡架在这里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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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面 哎 哦 这有价格 咱们要不拼 你好 那个褒盒和茄盒能拼半斤吗 那是二斤要 你要多少我可以 那就五盒结合拼半斤 然后两个鸡架 可以 还有牛肉和酱肉包吗 有 要一样一个 行 啊 那个现炸的 还会再炸一下 复炸一下 复炸 那应该会很好吃 嗯 好嘞 谢谢 今天我们的战利品都在这里了 咱们去找地儿开吃 还真是 真的吗 真的 我先吃一个这个了 快吃 哇 怎么样 好吃吗 嗯 脆脆的 它一定要炸一下 不炸都不好吃 已经下手了 嗯 它有一个 好脆啊 面这个壳 里面这个肉馅没有很多 茄子已经和里面那个面 一融为了一体 哇 切得好大 看到你吃我也忍不住了 这 这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看它这个酱香饼 它不是那种薄薄的一层 好像是有厚度的 有点波浪纹那种感觉 那芝麻超级香 而且有辣条味 有一点点 它的皮有一点脆 然后里面又软 比一般的酱香饼会有嚼劲 中下酱香饼是他们那个菜上的最好吃 而且 我敢说这是我在北京吃到最好吃的 是吗 嗯 太棒了 那月没白来 嗯 我要来试试 你最爱的土豆丝 是不是应该把好多加在一起会比较好一些 对 哇 这个味道是什么 嗯 很脆爽的感觉 嗯 没有那种很重的 它这个里面没有麻酱 对它不是放麻酱 它是放那种 糖醋 对 对 糖醋 不行我想再来一口 很爽口的感觉 它这个菜我平时就是现在天热嘛 就当饭吃 真的 嗯 现在这种热天太适合吃了 这才是夏天的 嗯 味道 有一个想法 他可能会想进这里面去 会吃 宝贝我想吃一下 可以 嗯 比咱这个饼更好吃了 咋照着快烫了 快回家吃 嗯 酱香饼它油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这样吃会更清爽一点 嗯 酱香饼版菜夹馍 哇 这一口就很好吃 咱们俩还没尝藕盒呢 哇 看到藕盒的肉很多 超级薄鱼腿的 可以 它里面全是肉 它的肉很香 嗯 很那个五香的调料味 嗯 不酷 我想喝点奶了 嗯 哎呦 太有一口给人家干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香蕉味没那么浓 嗯 不过挺好喝的 香蕉奶没有不好喝的余地 对 我觉得也是 吃包子吗 吃 酱肉的 嗯 这是牛肉还是酱肉啊 嗯 它就有肉丁 肉丁 我觉得它是牛肉 大丁牛肉 对 有点一般 就是吃一次不会想再够的那种 来口这个润一润 嗯 我觉得那个包子有点干 对 它稍微那个皮有点干 对 咱们把这就吃了吧 之前就酱肉包了 这是不是馅有点少了 咱们味道还行 嗯 味道比那个牛肉都好吃了 还不重一点 嗯 嗯 肥肥的好 然后甜甜的 对 它还皮带薄了点 稍微大一点 哇 那美菊 我知道为什么这个皮干了 嗯 你看里面馅儿干 这个的话 它那个馅儿就是很水润的那种 对对 就是普通的肉馅儿 所以就不会那么干 对 它有肉汁 嗯嗯 但这个包子如果卖4块的话 我觉得奥尔良鸡肉包更好吃 我也是 嗯 那咱们下面 我们尝这个呢 面筋 这个是跟凉菜一家的 哇 这个闻着好香啊 特别香 这是卤的应该是 嗯 是不是有点香辣吃了 我好喜欢这个 嗯 这真的很好吃 特别确实 比烤的更水润一点 北京烤鸭那个辣小味 嗯 是不是 嗯 有点那个 嗯 再去给我喝吧 嗯 好好吃 就是一匹那种 软软的 嗯 但是很琢磨水 嗯 不要买他们家包子 一定要买炸货 一定要买炸货 嗯 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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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最好是刚炸出来马上吃 对 它时间长一点会有点绵 嗯 嗯 哦 五块钱一个的大机架 包子店的 这还有一个鸡脖 鸡脖上面粘了 就是有好多这个皮 还不错 它不需要拌 就我是觉得它这个咸 但适宜 不会太咸 不会太 但我刚才吃的那一口 可能稍微偏咸一点 嗯 就我觉得它不需要拌 嗯 这个味道 特别像我们家那边的那种 熏鸡 我想找一块 没有皮的地方 这确实真的还不错 因为它不会 干 就 其实它这个 没有皮的地方也很水润 鸡身上最柴的部位 也不会说特别干 嗯 我觉得它不会水润了 是油润 对 油油的 对 有一些淑女都是拿管喝的 就咱们俩在这 我们不是淑女爱琴吃 不好意思 这个凉菜就是今天的全程陪伴 嗯 在场的救星 对 吃哪个来一口都觉得很爽 吃啥咸了腻了都来一口 嗯 我觉得我吃饱了 再来一口这个吧 嗯 因为我大学的还好吃 嗯 嗯 我大学都非常吃酱酱饼 一袋拿那个纸袋 拿个圈 嗯 不行了吃饱了 真不能再吃了 但我想把奶喝了 嗯 我好像又把它要喝没了 没了 嗯 剩下这些呢 我们就打包回去慢慢吃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长按点赞哦 下期我们再吃点别的吧 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